谢谢主席 主席我们邀请主委 主委长 这个昨天啊 美国总统大选才刚出炉了 那不过呢 我觉得这一次当然 美国总统大选除了说结果是这个欧巴马总统继续连任之外 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最后面的一个礼拜 我们看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对不对 尤其是我们人类无法预测的事情 飓风百年来罕见的飓风 会在11月10月底去侵袭美国的东北部 我在美国东南住了五六年 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在美东六七年 也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 可是偏偏就在这个选举的时刻 正正好发生 好那我想请教主委的是说你认为啊 美国这一次的因应怎么样 因为他们是福地很大 而且是那么重要的选举 对 那么在台湾的话 我们如果遇到台风 我们是 我说美国你觉得这一次它因应的怎么样 我不是讲台湾 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嘛 至少顺利完成了整个大选 而且不止总统的选举嘛 还有国会议员的选举嘛 所以其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我想请教主委的是说 中选会啊 你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们看到美国它的处理因应方式里面 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来接近的 你们有没有去观察 他们是投票所可以随时再增加 随时增加 对 然后呢 同时呢 他们不属于那个投票所的人 也可以到临时增加的地方去投票 所以可以 反正就是说 如果他流离失所的 任意的投票所 对不对 符合规定他就可以去投嘛 还有没有其他的 你觉得说跟我们不一样的 我们值得来接近的有没有 他们是有那个不在籍投票 不在籍投票 对 提前投票 这个我们也推了很久了 但现在都还没有 提前投票 不在籍投票 电子投票 email投票 全部通通出炉嘛 他们好像没有用email投票 email有哦 有 主委你还没有掌握状况耶 主委我跟你报告啦 我帮你整理好 纽泽西州11月3号就决定采取非常措施 登记选民可以在6号下午5点以前 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申请缺席投票 晚上8点以前借助电子邮件或传真投票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 离家避险的选民可以在纽泽西州内任意一个投票处来投票 第三项 纽约州 这个也是一样 允许没有住所登记的登记选民到任何投票所来投票 还有一个 纽约州 准许投票率因为直接受天灾影响 而低于25%的各郡可以举行第二次的投票 而第二次投票日必须在原投票日后的20天内来举行 主委你认为这些合不合理 在美国来讲他们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国情不一样 因为我们 我当然知道国情不一样 我们即使那么严格 有时候都还要抓有没有重复投票的 我本席举这个并不是要我们全盘copy美国的模式来做 我只是想告诉中选会 美国这样子的国家之所以稳定的原因 在于他什么 人家他事先的想法配套想得很周到 他有没有想到说会在这个时候发生百年的飓风 很难讲 我想他们也没想到 可是发生之后 这些法律措施配套 全部马上应用得上 他不用马上再去立法 对不对 你等到说飓风发生天灾发生 你要再来用临时措施用立法 我跟你讲争议一大堆啦 而且都不可能马上实施 然后选民的权益 民众的参政选 选举的公平性 公开信 都马上受到质疑 所以本期要提起中选会跟相关机关 就是我们的配套在哪里 台湾有没有可能发生 朱伟 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都事先有准备 按照我们方式的准备 对 包括如果有台风啦 天灾等等 我们对于像设备的故障啦 网路的中断啦 停断电啦 或者是区域性的灾损 我们都有各种的配套 我们的规定在哪里 我们规定在哪里 我们的法制规定在哪里 法源在哪里 我们在选霸法里头有规定 哪一条 选霸法里头 第六十六条 主委我想你应该要清楚一点 我们有选举投票日前或投票日 当日发生天灾或其他不可抗例事情的处理办法 我们是有的 没错 我们的处理办法内容是什么 我在要 我们的处理办法的精神是在哪里 我们面对天灾 面对不可抗例 无法预测的事情 影响到当日的投票 或者预先知道它会影响投票 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也 最重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发布停止选举 停止选举 谁来决定 这有可能发生 中选会吗 中选会的谁来决定 委员会吗 委员会吗 委员会如何投票 你们对于这样的决定 你们的决策措施是什么 有没有 如何做决策 有没有模拟过 有没有排演过 没有吗 我现在跟你下一个状况 假设我们的大选 我们遇到了不可抗例的地震 不要讲飓风 飓风或许在台湾不太可能 12月有台风 11月底都有台风 不是没有 发生这种事情 你们中选会的紧急处理的SOP是什么 如果非常重大就是停止选举 对 我说SOP 你们总是有一个SOP 要取讯于大众 大众相信你这个SOP 是可以来因应这个天灾的 不要说你内部做了一个决策 停止选举 另外政党说怎么可以停止选举 你会乱成一团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会改变投票日期 或者是改变投票所 我们都有这样的 主委我给你报告 你们的66条的精神只有一个 改变投票日期 跟改变投票所 这个就是你们当初立法 或者当初的背景 所立的一个法 的措施而已 只有这样子而已 重点就在于这样子而已 可是你看美国的做法 这么大 百年的飓风 他有没有停止选举 他不但没有停止选举 他照常选 而且他有很多的配套措施 让人民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继续行使他的选举权利 而且是公平公正公开 接受得了挑战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主委 这个借尽值得我们来学习 我自己看我们的法源 66条我真的觉得太薄弱了 甚至如果说我们的做法就是只能延后选举 我不是反对折旗或者折地点 这个当然是选项之一 可是我们的选项配套太少了 我们对于环境的评估可能遭受的这个风险的评估 不是很完整 我相信美国也不可能把这一次发生的事件 他名文写在他们的 不会他没有名文 不可能的 对 但是他们的处置方式你看到了吗 对 对不对 你看到了吗 要临时的处置 人家的这个处置方式是非常紧急 立即 而且明确明快 挑起责任 我觉得这是我们缺乏的 光看这个法我就很难想 我就只能想象到一件事情 就是反正到时候只要有任何紧急的事情 就是停止选举 改旗 这才是我们能做的决定 那其他我们是 好那我再请教就是说 好啦假设你改旗啦 这个会不会影响投票率 会 投票率第一多少的时候 因为天灾直接影响 假设天灾当天发生啦 选举当天发生天灾 影响投票率的时候 你这个选举要不要重选 有没有规定 就要看那个发生的状况如何 对嘛 但是我当然知道看发生状况 我现在只是要点出一点 我们没有配套 我们的法源里面 法制规定里面都还不够完备 我希望这一点要赶快来进行 检讨跟修正 好 很多事情我们现在无法预测 可是当天在遇上政治的时候 是很麻烦的事情 没错 对不对 而且那个结果啊 我真的觉得会让整个国家翻过来 好 主委你有同感吗 像美国这一次 这样大的重大事件的话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要求我们中选会 针对这个事情 你们能够有一个检讨的机制 你们这一次有没有派人去官选 没有 主委我看了你们编你们的出国预算 你们编了钱是要去参加国际组织的会议 我知道 你们参加亚洲选举官署协会的执行委员会的会议 本席同意 好 问题是这样子重要的一个大选 而且是很多复杂因素在里面 值得我们来选举的参考的大选 你们没有派人去看 反而是我们的政党去看了 我们政党去看当然是看选举他们政党怎么样做 做这个这个造势 但是你们要去看的是 在这个选举过程里面 他们的选举官署如何来处置这些危机啊 你要去跟看他们啊 跟他们交往意见啊 你们有没有 你们这个亚洲选举官署 我所了解全部都是亚洲国家啦 对 对 先进的民主国家里面 日本有没有在里面 日本也 日本也没有嘛 对 所以都没有在这个国际组织里面 所以我觉得你们要编预算不是不可以 拜托 想一下 我们该学谁 好 国际组织可以经营 另外一块的你们要去学 这些都是我们实际遇得到用得到的 主委 好 所以我觉得你们错失了一次好的机会 好 我很讶异 居然中选会里面有没有派人去官选美国的选举 我们的政党 其实欲窝蜂都跑去了 对 因为一般如果是直接到官署 参访的话 一定要 他们的邀请 像这一次韩国他总统的大选 他就不欢迎各国去看他们的总统大选 那美国 美国 我们有没有跟他申请过 我相信我们申请美国他会非常乐意 他每签都给我们 不是 官署的 这个选举的官署是不一样的 那你们平常没有跟他们交流 而且他们各州都不一样 对 他们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也希望说你们里面有人相关的 你们有没有研究人员啊 有没有法规相关的研究人员 有我们是 有吧 还有我们的附属 阿有没有去研究啊 这一方面 我们的选举制度不能一直停滞不前啊 也不能都在原地踏步啊 先进的要学啊 科技的要学 你看我们的那个不在籍投票法 拖到现在 也还没有一个影子啊 除了有没有影子啊 因为那个是在 法是在内政部投票 这个啊 这个在我们发生天灾的时候就会用到 所以你的不在籍投票法 不见得只是针对目前 我们平常时间的选举 你要去想啊 Emergency的时候啊 天灾的时候 不在籍投票法能够用在什么地方 他有他的用处 不见得一定要从一般的时间开始来推嘛 你有一个法跟配套在那边 从那种特殊的时刻开始来用 我相信大家不会有多大的意见 对但是美国跟我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的户口登记是相当的完整 对 美国在这一方面 他们没有这一类的户口登记 所以我们的选举方式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 我同意国情不同有不同的设计 我同意国籍有投票权的有多少人 选举投票所 这是最起码你们做得到的 选举投票所里面有不同的说明 告诉他说在哪里拿票 这个拿票取票 领投票 领这个票的这个字啊 你都可以用几种语言 让人家觉得你很感兴趣嘛 这一方面他配偶都会带着一起来 哎呦不是这样啦 主委这是一个政府态度的问题 对但是他 我们现在有泰国有越南有印尼 不是说像他们 多这么难难难难难 我请问难道美国他难道不知道 这个要多花一点点功夫吗 为什么他要做 对但是他只用中文跟西班牙文 那我们难道不能也用一两种语言吗 要看人口的多寡啦 不是说 所以我说你们有没有统计嘛 对不对 你们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耶 主委 你连统计数字都没有 你要告诉我说要看人口多寡 那你把人口拿出来啊 人数拿出来啊 如果超过一万两万十万你要不要 他们不 他难道不是我们的国民吗 但是我们都 他们也有公民权啊 也有投票权啊 我们都有时间的宣导 好不好 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你要不要用心 你要不要做到贴心 好不好 谢谢